人类干扰下的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第一是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进而对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进行分析 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探讨一下 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措施 首先看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一定范围内 多种多样活着的有机体 包括了动物 植物 微生物 有规律的结合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这种多样性包括了动物 植物 微生物的物种的多样性 物种遗传与变异的多样性 以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大家认识生物多样性的时候 也要从这几个方面去认识 看到这幅图片 可能大家感觉比较悲凉 它是一个墓碑 世界灭绝动物的墓地 这个墓地是建在北京郊外 它是为目前所能统计到的灭绝的动物建立的 其目的就是要警醒我们人类 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许多物种已经灭绝了 灭绝的原因有自然灭绝的因素 但是很多是受到我们人类的干扰而灭绝的 岛下的墓碑实际上在告诉我们 这些生物将无法再和我们一样 活生生地行走在这个地球上了 而在灭绝的物种的后面 大量濒临灭绝的物种 还期待我们去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是指原有的物种遭受到了威胁 生态系统中原有的自然形成的平衡遭到了破坏 虽然在地球的掩替过程中 许多的物种灭绝了 并不是由于我们人类的原因 像恐龙的灭绝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 人为因素已经成了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 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据统计工业革命以来 物种的丧失速度 比自然灭绝的速度快了一千倍 那比它的形成速度快了一百万倍 每个小时就有三个物种灭绝 实际上工业革命以来 也是我们人类活动 利用开发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 更为频繁的时期 由于人类的活动 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造成了一些物种的灭绝 那么在18世纪呢 灭绝的动物有32种 因为在18世纪 人类社会工业还是欠发达的 这种情况下 人类的活动和生物的活动 是属于的自然状态下的活动 到了19世纪 灭绝的动物有56种 而20世纪有120种 全世界有5000多种动物 和上万种的植物 濒临着灭绝 把物种灭绝的时间 和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跨度 联系起来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 主要是源于我们人类的活动 这是一个统计数据 在2000年 宾威哺乳动物和鸟类数量 位居前列的部分国家 和地区的统计图 可以看出 印度尼西亚 巴西 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以及非洲地区 是哺乳动物和鸟类 灭绝最多的地区 这些地区是属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目前呢 仍然是以工业发展为主要的发展方向 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工业废弃物的排放 对生态系统影响最大 所以呢 这些国家的物种灭绝 跟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生态学的相关研究 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 容易灭绝的生物种群 主要有这么几类 第一是处于食物链上层的种群 因为它们的繁殖速度比较慢 大型的稀有动物比较容易灭绝 接下来就是一些地方的特有种 本身它们的分布的范围呢 比较小 然后就是发展缓慢的 小规模的一些种群 缺乏传播和迁徙能力的种群 具有群集 潮居席性的种群 以及依赖不可靠资源的一些物种 最后就是对干扰没有进化的一些物种 那么据专家估计呢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物种的灭绝情况 大多数将发生在岛屿和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中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人类干扰下灭绝动物的名单 有些同学可能听说过 嘟嘟鸟 一个灭绝的物种 它的出名程度呢 实际上是可以和恐龙去媲美的 嘟嘟鸟是生活在毛利求斯的一种鸟类 我们可以认为恐龙的灭绝 是自然作用条件下的灭绝 而嘟嘟鸟的灭绝 那完全就是由于我们人类的烂捕 烂杀 最后造成了物种的灭绝 讲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毛利求斯这个岛上 不只是嘟嘟鸟灭绝了 有一种比较珍贵的树种 叫大鲁兰树 在嘟嘟鸟灭绝以后呢 这个树种呢 也就失去了繁殖能力 目前在地球上仅存了13颗 它的不繁殖时间 和嘟嘟鸟的灭绝时间 实际上是完全吻合的 这个吻合实际上是在警醒我们什么呢 当我们觉得只有嘟嘟鸟灭绝的时候 其实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物种 也随之灭绝了 生态系统它的很多物种呢 是相互依存的 这种现象对我们人类存在的长远影响 是我们暂时可能无法预见得到的 只有人类重视了这些物种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丰富了 生态系统才能够实现其自身的发展 进而这样才能保证 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保障 1865年西非市的灭绝 1875年南极狼的灭绝 很多都是源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下面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 以及对我们人类的影响 首先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 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原因 就是生物生静 也就是栖息地的破坏 因为生态系统就是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组成的 所以当非生物环境受到破坏的时候 生物所依存的栖息地也就不存在了 它的灭绝也就不稀奇了 栖息地的丧失呢 已经成为我国一些生物减少 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 许多为了保护濒危物种 而建立起来的自然保护区 已经被大面积的开发的土地所包围 所以形成了生态的孤岛 像这样的生态孤岛 大家在新闻里都会经常看到 比如前两年报道的云南的野巷商人事件 为什么以前没有野巷商人事件 而这两年频发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对土地资源 以及其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使得这些生物的栖息地的面积越来越少 尤其是一些迁徙的物种的迁徙通道被阻断 在我们大力发展交通 修建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的时候 有可能就阻断了某一些物种的迁徙通道 这也就是野巷商人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人类 和一些物种的竞争 通常这些物种它是处于弱势的 所以这些不连续的一个个小小的物种 就比较容易灭绝掉 这些图片都是人类干扰以后生态系统恶化的状况 土地的沙漠化 乱砍乱伐后的森林 以及干旱的土地 在这种环境中 我们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同样 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生物也是没办法去生存的 最后就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灭绝 第二个是烂不烂杀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人类 在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 没有节制 过度开采 过度捕捞 土地的过度放牧和啃植等 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中医药 都是取自于自然的 很多野生动物是皮可穿 毛可用 肉可食 器官可以入药的 那么也就很容易使一些物种 遭到了灭绵之灾 我想很多同学 可能看过可可西里 它是一部讲述 保护藏铃羊的电影 藏铃羊是我们国家 青藏高原的一个稀有的物种 虽然人类在 一直在对它进行保护 如今藏铃羊的数量 仍然不足五万头 导致藏铃羊 数量锐减 或者濒临灭绝的罪魁祸首 就是我们人类无止境的需求 而引发的一些盗链活动 实际上藏铃羊的肉和骨实际上是被舍弃的 唯一可用的地方就是它的皮毛 可以用来做披肩 那么在欧洲呢 它实际上是叫做傻兔石 这样一个皮肩 实际上可以卖到十几万 甚至上百万人民币 它被人类赋予了这样的价值 但是也就是这样所谓的价值 最后使它们遭受到来自人类的捕杀 烂捕烂杀 从而兵力灭绝 同样人工串起的蝉除 蝉除是可以拿来入药的 这样的价值也给它带来了灾难 现在实际上全球对对犀牛 也是进行保护的 同样存在着烂捕烂杀的行为 最后导致它们的面顶灾灾 第三个原因 就是环境污染 也就是我们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就像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些酸性气体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的排放 使整个生态系统酸化 而生态系统酸化以后 是不利于生物生存的 人类饮用的水是中性添减的 生态系统中 生物跟我们人类是有着同样的需求 当它们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或者不适于它们生存的时候 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灭绝 农药的污染也是一样 这些毒性物质的排放 对生物的生力生长 遗传等等 影响也就会更大一些的 另外就是外来生物的入侵 外来生物入侵 也是导致部分生物灭绝的原因之一 外来生物入侵 已经被列为 生物多样性丧失 物种兵营灭绝的第二大原因 仅次于生进的破坏 生物入侵一般包括了自然入侵和人微入侵 自然入侵比较好理解一些 就是生物在迁徙的过程中 从自身生长的生物群落 迁徙到另外一个生物群落 对新的群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使得某些物种消失 那有些生物是有天敌的 如果它在某个区域内没有天敌 它就会过度繁殖 从而影响了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之所以说外来物种的入侵 是物种兵营灭绝的第二大原因 关键在于大多数时候呢 它的入侵是属于人为入侵的 那么这是部分国家 因为生物入侵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从物种灭绝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感知度或许会低一些 那么我们把它转换为一个经济数据 或许大家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 可以更深刻的去理解 物种灭绝对我们的影响 像美国 印度 南非提交的报告中 这三个国家每年由于生物入侵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分别为1500亿 1300亿和800多亿美元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那么我们国家每年因为生物入侵 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也有500多亿的民币 这个数目也是非常大的 这里呢给大家展示了 我们国家公布的一些生物入侵名单 同学们可能都习以为常了 觉得这些物种很常见 为什么把它列为外来物种 但是实际上从我们本地的调研的结果来看呢 虽然目前它在本地已经充分地生长或者发展 但是它仍然是属于外来物种 它的存在会导致一些本地物种的灭亡 这是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的凤眼帘 也叫水葫芦 几乎在珠江各个水系 所有有水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它 它实际上是原产于巴西的 而现在在我们国家19个省自治区 之下室都可以看到 这些是外来入侵的部分动物 这些生物是怎么入侵的呢 有些同学出入过海关可能看到 有些物品实际上是不允许携带的 那实际上它这种规定的目的 就是为了防止外来生物入侵 这些外地的物种到了本地以后 一旦有它适宜生长的环境 而且没有天底就会导致它的一个过度繁殖 从而影响到本地物种的生存和发展 这就是人为物入侵的一种主要的形式了 而现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海外贸易实际上是不断增多 那通过后物运输等一系列的渠道 而形成的人为入侵呢 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多的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生物端样性锐减以后产生的影响 第一呢 它就是影响我们的药物来源 第二是影响未来的食物来源 第三是破坏工农业资源 最后就是影响到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在中国大家知道 我们的中药都是来源于自然界的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药物 也是从植物 动物 微生物中提取的 如果生物端样性降低了 那么可提取的药物 可选择的目标范围也就会减小 数据上很直观 中药有很多种 包括了动物植物 还有药用矿物等 当我们可取用的物种消失以后 那么药原实际上也就消失了 第二是影响我们未来的食物 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大家食用的家畜等食物 最初实际上都源于野外生物的驯化 同样的很多野生的作物 我们最后把它转变成 人工栽种的经济作物或者粮食 所有的物种都是来源于自然界的 一旦这些物种消失了 那么我们未来的食物来源 范围实际上也将进一步减小 接下来就是破坏工能业资源 同样很多动物植物都是工业原料 就像最近新闻报道的 食用医用的银胶 实际上就是从动物的皮毛去提取的 这些物种消失以后呢 那实际上也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工农业的生产 下面是生态学最重要的一点 自然界的一个生态平衡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就是靠着生态系统的物种 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 以及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 当地球上消失一种植物 往往会有十到三十种 依附于这种植物的动物 微生物也随之消失 这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嘟嘟鸟的例子 实际上是一样的 当你直观地看到某一种物种消失的时候 你或许没有意识到 在背后有多少 以及相关的物种 也将随之消失 当整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后 消亡 那么它就是不可持续的 也会导致到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可持续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措施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通常主要是采用的保护措施 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就地保护 也就是自然生态保护区的一个建立 第二是天地保护 第三是建立法律法规 以及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资源 在就地保护方面 我们要建立的自然保护区 目前呢 我们国家上已经建立了很多自然保护区 将珍稀的 宾威的一些动植物 集中在这些区域 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 那么生态 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保护区 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基因库 和我们前面讲到的生态系统多样性一样 它体现了一个基因的多样性 第二呢 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 那只有通过这样天然的实验室 人类才可以进一步生化对生态系统的一个认识 第三呢 就是活着的自然博物馆 杜杜鸟实际上已经在牛津博物馆存放了一百多年 我相信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我们不希望见到更多的生物 只存在于牛津博物馆 或者说是某一博物馆当中 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它们真真实实实的存在 这也是我们对它们进行就地保护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目的 这是四川卧龙往往的自然保护区 它主要的保护的就是大熊猫 以及其他一些物种 同样我会建立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属于温带森林生态系统 第二是牵地保护 就是建立动物园 植物园 水族感等等 在这里建立一个人工的环境 来保护这些濒临物种 这种保护本质是仿造生态系统 建立一个生存环境 让物种能够栖息生存 而这种保护呢 有时候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价值 对于物种的生存发展来说 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好的 就像我们现在需要把华南虎 运到非洲去进行野化训练 虽然我们进行了牵地保护 华南虎生存下来了 但是它们生存在动物园里 实际上它本身具有的一些特质 就会慢慢丧失掉 所以牵地保护呢 有时候呢 实际上是一种推而求其次的一种保护措施 那第三个呢 就是加强教育 关键还是要进行法治法规的一些建设 通过法治建设来监督 我们国家目前在宪法和刑法中都增加了 保护自然资源的一系列的相关法规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法律 目的呢 就是在于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 也就是对生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接下来呢 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合理利用 前面我们看到了生态系统生物 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 当我们在利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取之有道 用之有度 而且要遵循生态系统自身的一个原则和发展规律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些 那么就会对它们产生破坏性的 甚至是毁灭性的一些影响 那么本课总结一下 我们首先认识了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的现状 同时对它减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包括栖息滴的破坏 烂不滥杀环境污染以及外来生物入侵等 接着探讨了生物多样性对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些影响 最后总结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举措 比如说就地保护 签地保护 加强法治教育 合理开 埃法利用生物多样性等等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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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